上碟了 进去 上水吧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干贝仔炒聋酥菜 配点香料 有姜 蒜 有点红椒 红椒就拿出去买一层的 你有就放点下去 它不会辣的 这些牛角椒越大 越是不辣的 大家知不知道它是什麽的酥呢? 其实龙酥菜是伐手瓜的瓜丸 它跟节瓜丸有点不同 节瓜丸照起来有金香 这种龙酥菜比较清 我们今天配一些干贝酱去炒 炒出来又有鲜味又清爽 它的炒法有很多种 你可以生炒,也可以先出水 这种药柱洗净了,稍微浸一下 放在一边,先处理浪酥菜 托盘 这种浪酥菜我们看到有很多 酥很长,所以叫它为浪酥菜 其实这些酥比较硬 你不要看它好像很嫩,其实它的纤维很厉害 比较硬 老人家真的都吃不到的 你要酸一下它,如果你真的要,就要酸一下 酸一下它 酸一下 这条款呢 买的时候,你觉得不用酸的,其实不可以 都要用手去酸一下 因为它不停会有点老的 酸一下 两头一咬就行了 咬断它之后就会乱 手感是最好的,酸这些东西 这些叶是好吃的 上面的颗多数都是乱的 酸一下 这条酸越是顶部越热 下面的那些就很厉害的 我们炸一炸它 酸 酸最厉害的 OK的 清理它 先洗一下 清洗一下 这些绿蔬菜 先洗一下 这些绿蔬菜 先洗一次 洗一洗 先洗第2次 放少許小酥架去洗 不需要浸泡就這樣洗就可以了 第三次漂洗一下 用刀背拌碎就可以了 放入碗中 蒜多一點,薑少一點 用刀背拌碎 放在蒜上 切開 一條一條 放開 水不要浪費 弄碎 刷不爛的,撕一撕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說很碎 把它放回去 再吸收一會 調一個調味汁 乾杯子有鹹味 不要放太多鹽 少許鹽 1湯匙醋 少許白糖 放少許水 半茶匙生粉 一個薄薄的芡 千萬不要多 如果放多了 你不放生粉更好 放少些 這個調味汁很簡單 就這樣 調開它就可以了 這樣攪拌 待會先把濃蔬菜出水 少許糖 少許糖 可以去除苦澀味 草青味 油可以令蔬菜更清爛 放下去就可以了 動一下 把表面的水 接觸到水 大約灼水 一分鐘就可以了 轉一下 轉過來 因為我們還要炒 它一轉色就可以了 不需要等它滾 或者怎樣 留起來 放在盤上 攤開它 撥開來 等大蒸氣離開 焗著它會變黃 倒了點水 還有點油 也不重要 不用怎麼洗 可以分大火 渣渣水 放進去 放進去 炒開 炒乾身 炒 炒一會兒很快 有點黃黃色 好 放些油 放油 好香 放些薑蒜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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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香一下 然後放些濃蔥菜 放些薑蒜蓉 放些薑蒜蓉 這樣水分不大 水分不大 這裏的醬汁要加上 瑤柱水 加進去 好 放進去 這裏的炒 好 放些薑蒜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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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上火 上碟 好, 完成 我们试试 好, 好鲜味 真正的鲜香爽脆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